8月6日上午11点,随着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将饱含祝福与期待的录取通知书封装好交给中国邮政快递员,清华大学2020级本科录取通知书发放工作正式启动。 首批收到录取通知书的两位幸运儿是获得第35届中国奥林匹克数学竞赛满分金牌入选国家队被保送清华的江苏考生严宾伟,以及被强级计划录取进入清华大学治理书院的广东考生刘洋,他们通过线上方式见证了这一特殊时刻。 随录取通知书一起寄出的,还有校长邱勇给新生的赠书《乡土中国》,以及致新生的信,寄予新生执根家国热土,砥砺成长担当。 邱勇校长勉励2020级新生同学们,与家国共进,你们重任在间,与时代同行,你们大有可为,清华欢迎你们。